在昨天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就是将这个化验室的监察计划伸延到 去香港所有的私家医生和私家的医院 同样地如果他们的病人有呼吸度感染的病征 有发烧特别有外游 都是鼓励呼吁他们请这些病人交一个样本 这个化验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加多 目前我们透过医院管理局和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的公共实验所 我们的测试能力起码每一天可以做到2000个 但现在用的大概是1000个多些 如果反应是热烈 其实我都是要求了我们自己卫生防护中心的化验所 可以再增加测试的能力 我自己上星期都亲自见了香港医学会的何会长 他也是很积极正面 希望招募更加多的医生 主动参加我们这个化验室的监察计划 我留意到有些医生认为流程好像比较繁 这些全部可以改善的 我们从昨天才开始 所以如果有个别的私家医生或者医学会反贵意见 认为在哪方面可以将流程改善呢 我们一定可以跟进做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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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 订阅 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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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